2024年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十周年 记者近日走进校园 随处可见校庆的装饰 鲜花和彩带映衬着校园里一幅幅朝气蓬勃的画面 十年来 该校从一片荒芜的空地起步 发展成为如今占地约133万平方米 拥有六所学院和七所书院 一万多名在校师生的国际化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道阳书院院长吕宗利表示 眼前的欣欣向荣 离不开创校先贤的心血和努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在的校址 深圳龙岗正是创校先贤林道阳的家乡 我们道阳书院是以林道阳先生的命名的 林道阳先生是我们国家很著名的 林学家农学家和教育家 那么他是中国第一个在耶鲁大学 拿到林学硕士学位的 因为他是林学家的身份 同时呢 香港当时的总督呢 又建议给他300亩地的荒废的土地 让他去造林 那么他就在马鞍山附近的地区 兴罗其部的 做了很多农业的和林业的工作 这片土地后来就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 1888年林道阳出生于县深圳部级 在美国留学后回国执教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林业科学人才 1948年退休后 林道阳定居香港 当时的香港受英国的殖民统治 所有学校均用英语授课 林道阳意识到 中华文化传承不能就此中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和像新亚书院的钱穆先生 那么有一些沟通 他们觉得当时香港只有 用英文全英文教学的香港大学 这个对中国人来讲是不公平的 是不利于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 那么他们就向港府提出要求建立一个 你可以用中文教学的 传承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高校 那么林先生当时出任筹备委员会的主席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道阳书院这个门楼 我们实际上是从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 崇敬学院复制过来的 那么林道阳先生在主持崇敬学院工作的时候 那个建设了整个学院的这个校园 另外就是后来就形成了中文大学的这个校园 那么为了纪念林先生的这个功绩 所以他们在崇敬学院专门建了一个门楼 那么这个门楼就是有林道阳先生撰写的这样一幅对联 崇高为博爱 本天地立心 无间东西 沟通学术 夏连市基础在玉彩 当海山盛境 有怀鲍鱼 逃住人群 一位恩师一座门楼 串联起两院的缘分 吕总立解释 这也表明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两个校园一脉相成 回望历史 林道阳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 而在一个甲子后 香港中文大学回到了林道阳的家乡深圳龙港 开枝散叶 林道阳故居 位于龙港区部级街道老徐村 该建筑成两层砖木结构 灰砖清水墙面 经修缮之后的故居收集整理林道阳生平史料 通过展览形式对外开放 林道阳侄子林洪孝表示 如今我辈也已是古兮 希望后人能铭记先辈的事迹 能够为国家多出力 这是对老一辈最好的纪念 经常有香港的都不止来一波了 前两天来那一波是中文大学的老学子 他们甚至还在中文大学工作的 他们学校能够建起来 林道阳的功绩他们认为很大 我就想把这些事情能够传下去 能够让后代能够知道这个事 是什么都不 helpful的 第二天来这些事情 这是什么都不做的 那是什么都不做的 你找到它